大家好,我是永华,又到了游戏分享时间 当然今天我们就要接着来这个游戏 因为这游戏,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蛮喜欢一下 因为怎么说啊,它有太多太多太多其他游戏没有的东西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那个战斗画面吧 哇,它战斗画面的话真的是有一点 怎么说啊,它也就是竞技场,太屌的说了 它的竞技场,等一下我们先进入打一场 你们就知道为什么这么说,你看 这个的竞技场啊,不像一些游戏的竞技场 这样,就是类似的 游戏游戏的竞技场,它们的PK方式的话 是速战速决,但这个的话 你真的要很耐心的在看哦 因为它绝对没有速战速决这回事哦 这个竞技场你看每个都是怎么说啊 使出全力来打的哦 看到吗 它并没有所谓的速战速决 当然这个的话,这个就是我上次有跟大家讲过了 这个游戏就是魔力器 它是属于一个完完全全就是一个 技术性的游戏哦,真的哦 如果你控感好的话,真的 你在打再强的关卡的话 绝对都没有问题哦 你都是能够轻松过关的哦 而且这游戏唯一让我觉得吸引我的地方 就只有一个哦,就是它的关卡方面的话 它在关卡设置方面的话很创新哦 它的关卡绝对不是实实的就是 每次就是要你打怪啊,打Boss什么之类的 它的关卡还有防守啊,甚至还有那个 拦组那个Boss哦 拦组那个Boss前去那个传送点哦 就是说如果你速度慢了的话 让那个Boss进入了传送点 你就算 你就算任务失败哦 所以它这点啊,它种种因素啊 就是种种因素吧 让我就觉得这个游戏 有它的吸引力存在哦 而且这游戏还蛮好的是 因为我玩好多游戏哦 我加入工会啊都好难加入哦 这个工会还蛮不错的 它还蛮仁慈的哦 它直接哦,就直接 我一申请进入它就让我加入 所以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因为真的哦,我玩了好多好多游戏哦 我申请工会这一环啊 是最痛苦的,也是做到最辛苦的哦 因为真的哦 你申请工会的时候 你遇到好多好多那种拦阻啊 因为它们有那个战力的限制啊 又有等级的限制啊 还要看你活不活跃哦 这点是超屌的吧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就 也来看看一下副本嘛 看我现在打的副本打到哪里哦 而且现在打副本是超轻松的说啊 真的是超轻松啊 因为怎么说啊 因为我本身也拿到了那个就是 三星的白雪公主哦 它只要登录 连续登录七天就能拿到了 那个也不难拿哦 就是这个白雪公主 所以我把它换上场哦 来我们出战 看一下实力到哪里哦 因为我感觉这种萌萌达的游戏啊 都少不了我有白雪公主这个 这个角色出现哦 而且你看 它一直直接一给就给三星的耶 开玩笑的说啊 你看你看它的这个副本的话就是 你看另类的吧 你看 超另类哦 所以现在我们就 走 哎 它不能走吗 我按自动我按自动了它自己走啊 走吧 还不走哦 真的是 走吧 哎 它不能它不能自动吗 这个 这个关卡不能自动哦 不要紧了我用手控吧 如果你不能自动我就用手控哦 而且 哎 哇它锁着它锁锁着咧 把我的白雪公主跟另外一个 一个伙伴锁着咧 我现在只能靠它靠它 靠这个我的主角自己打哦 小红帽也就是小红帽 来走我们走 Go 怎么还没有开门呢 OK开咯 来 技能 其实我蛮喜欢发动它这个技能哦 发动它这个技能的同时 它有指定的那个机率哦 它有指定的机率哦 就是能回血 咧看嘛 看嘛就是这个哦 就是它这个技能哦 遇到boss前不被发现哦 啊 哪里有可能不被发现 我都不已经被它看了多少次了吧 来 其实 它还蛮容易打的咧 也许是因为我的那个战力高的关系吧 因为 我这几这几天一直一直使命的在 就是在 在 让它们进阶啊 我一直去拿那个符纹 我一直去加长符纹这一环 我做我做的蛮多的耶 诶 可以咯 可是没有啦 我拿不到三星啊 因为它副本有一个条件就是 不要让不要被发现哦 我觉得我已经被发现了 它该那个探兵哦 该那个不是 它前面它前面就是有放一个 放一个那个什么 它前面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符号啊 红色就是红色的这个 这个什么啊 我刚才应该是说有众看到了 你看80秒内 你看 都已经不能了 不能三星了耶 但没有关系吧 因为 我现在只是算是 就是算是一个分享了 试完分享了 所以没有关系哦 我有时间的时候 我再回去把这个 就把这个关卡给补上三星哦 你看 白雪公主耶 可爱哦 就是这种游戏 这种游戏真的 像会比较吸引我的 就是这类型的游戏哦 其他那些游戏太过帅了 还是太过复杂的话 对我来讲的话 我觉得 哇 呃 很吃力啊 玩到很吃力啊 要知道哦 一个很帅的游戏的话 容量大 然后也容易卡哦 当然这种的话 刚刚好哦 画面的话不错 然后 然后它的那个 总之啊 总之就是啊 它在关卡方面的设置 让我觉得 蛮有蛮吸引的吧 因为蛮新鲜哦 当然这里的话 我忘了耶 我刚才还有什么东西要 啊 就是这个我想起来 我想起来 就这个挑战哦 它有这个哦 这里这其实也蛮不错玩一下了哦 就是挑战它的那个 它的楼 那个 这个叫塔吧 挑战它的这个塔 试炼之塔哦 这还蛮好玩的哦 就是一层一层打就上了 当然它的那个福利也不错耶 诶 不是不是你 不是你 下来 下来 对 啊 OK 然后就你还能 OK 出战 它就是有这些奇奇怪怪的副本 给人家觉得比较有心情感一点哦 当然使用技能就可以了 因为技能直接没有杀 也不用太累哦 就慢慢砍哦 它就是这样一路爬着去哦 一层层爬得上哦 它奖励真的是丰富的锁啊 可以搞定哦 你看也不难哦 它就是这样子哦 这样子就搞定哦 然后就往上一层去 就往上走哦 一路走哦 其实它给它给你钱的话 已经算是最好的那个奖励了 因为钱在这个游戏的话 是蛮难得到的 个人感觉个人感觉哦 超难得到的锁哦 其实吧 它技能还蛮好用的 哇这会自爆哦 这要快了会自爆哦的 当然它有这个哦 这个东西才屌 这个东西叫集火 看到吗集火 集火就是全部 它会锁定一个怪先哦 这个叫集火 也就是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技能哦 不是技能吧 它的算是一项 一项 一项特长吧 就是你看集火哦 OK搞定哦 还是一路这样往上打出去哦 而且我本身最只能打到第七层哦 就不能再上哦 不能再上哦 因为已经是到我的那个极限了哦 如果继续要再上的话 必须还得进阶 还得做些东西吧 让就让装备强一点哦 也让自己本身强一点 才能够有办法往上再往上打哦 活动方面的话维修好理哦 有维修吗 我怎么不知道 也许是在我工作时间吧 这样我不清楚耶 OK这是什么 零区 哇你看又来哦 又来又来大放送了耶 当然这个是假的 这个是假的 这个是假的 因为根本按不到了 诶 按得到哦 可是我什么 那是我按的时候按不到啊 哦 这按不到耶 你看这按不到哦 要七个耶 凑处七个哦 1500赚 这也蛮难的吧 也不简单耶 真的不简单哦 啊 VIP什么才可以拿嘛 单被领取 不行耶 你看单被领取也不行哦 OK算了吧 既然你不给我我也不要勉强你哦 不要硬拿就是了 然后现在基本上可以开放的 可以开的东西我都可以开完哦 哦 只是还剩这个哦 魔力空间哦 魔力空间我还没有开到哦 然后这个的话 这个还没开放哦 所以这个就不需要懂吧 这是什么 我看一下 许愿树 这是排行榜哦 哇 这幅的第一名叫剑枝哦 二十一万九千多战力哦 OK好 所以这里的话 我该分享的东西也是分享完哦 所以 诶等一下 我这边还有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 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啊 这什么东西哦 什么东东 诶都有了吗 我只是没有去 诶 可以激活哦 哦 原来是这样 这个可以拿了吗 我要圆针哦 我也可以让他们 就让他们有装备耶 哦 这个屌咯 这个屌咯 OK 这样也没有关系吧 因为这个还是属于 比较厚伪的东西吧 前期的我应该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做到那个 就没有办法 就没有办法加成这些哦 那我们就不理他咯 所以这里的话 就要为视频做一个结束咯 谢谢你们收看 大家 拜拜